再来关心的是房市的未来 台北市副市长张金儿呢 今天就发布了台北市预售屋销售规范 而这个规范呢要保障消费者 别让这个不时的广告跟样品屋给骗了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机查预售屋的案件呢 几乎是百分之百都不合格 北市房地产联合机查小组 今年三四月间抽查台北市39个 预售屋销售件案 结果发现广告样品屋代销案 都有违规记录 其中又以定型化契约5%合格率最低 39案中只有两案合格 值得注意的是 北市府这一次机查的39个案子当中 全部都有违规记录 预售屋违规比率之高 消费者人心惶惶 台北市副市长张金儿指出 预售屋不是城屋 消费者仅能从环境与建材判断 公权力有必要介入 定出明确的规范健全预售屋交易市场 我们最大的利器就是 帮厂商的名字如果大家不符合 这些条件我们公布 这些所谓厂商的名字 坦白讲现在很多的条例 这个规范要处罚 包括最近文字的处罚 其实我都觉得钱很少 重点就是我们要让厂商 要了解到他的名誉 或声誉是很重要的 台北市政府订定的 北市预售屋规范 即将在15号上路 主要是针对建商 执照取得样品屋 食品屋设置规定 以及经纪业者广告及销售行为 不定期进行查核 并且公布结果 房仲业者也肯定 北市府订定规范 不过仅对特定业者 具有强制效果 房仲业者提醒房产交易金额庞大 消费者购买预售屋的时候 定型化契约 一定要耐心仔细地看清楚 与建商谈好的条件 要白紫黑至签约 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 有点TV中心叶佳花台北报道